世界上真的有长成这个样子的鱼吗 刷到这个视频之后 我就开始在网上到处寻找 结果一个内蒙古钓友提供线索 说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深处 就能钓到这种世界上最美的溪流鱼 因为地处国境附近 人烟稀少才得以存活 为了一堵阵容 我立马带女朋友飞到内蒙找她 今天我们要去大兴安岭的恒例园 但是我们得赶快了 不然晚上出不来了 那这是我们的车 啾啾 这车不错呀 哪来的呀 超混电驱奇迹你都不知道啊 我是在内蒙特意界的 内蒙古这边去哪多远 是双电机四驱 动力杠杠的 去哪都方便 大家看起来还是电动的吧 眼神不错 但是不对 这是加油的 但是这是纯电驱 可以说给点油就能跑啊 在内蒙古这种地方 省油便宜还方便 而且你看这空间 哇塞 这也太能转了 啊 你好日产 导航到大兴安岭 好的 即将开始导航 出发 我们从呼伦贝尔开两个小时车 过来这边跟钓友集合 再往前面开一段路 就是大兴安岭了 然后我们面前这条河 就是一路通往大兴安岭了 所以钓友跟我们说 从这里开始 就可以一路钓进去了 来 走吧 王一伯 然后他们这边羊 你叫他们就跟着叫了 啊 你听啊 嗯 嘿嘿嘿 钓友说这里的鱼超级多 因为地管阴席 没沿祸海 所以整条河都是鱼 运气好 在这里就能钓到 我们想钓的七彩鱼 钓法非常简单 就是用这种 长得像虫子一样的假 正好这种鱼 就特别喜欢带着岸边 长着吃不幸落水的飞虫 所以要沿着岸边收处 鱼见到就会引不住一口吃掉 中蓝 我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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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王一伯 我弟嘛 钓友第一竿下去就中鱼了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钓的七彩鱼 哦 好漂亮啊 虽然有粉色条纹的 钓友说这种超美的鱼 是老鱼做传授 钓道一定要赶紧放掉 走了 走了 我们这块就合体保护 动物太多了 让它小心点 就行 哈哈哈哈 真的一不小心就中一些 不该种的鱼 哈哈哈哈 我去 这里的鱼资源也太过分了 哦 中了 中了 哇 这么好中的吗 哇 咋又是这岛造玩意儿 不是保护动物吗 咋下干就有 赶紧放掉 中了 中了 这个大 出现了 这次总不能还是那家伙了吗 还整身 这是套上这玩意儿的鱼卧了吗 兄弟快走吧 我心脏不好 这感觉好像是人家包的那个鱼塘的感觉 不像是野鹤 我去不行了 所以赶紧走了 这点太危险 哈哈哈哈 太吓人了 不能钓了 不能钓了 钓友说应该是不小心创造鱼群了 让我们赶紧撤 直接带我们往大兴安柳深处 寻找七彩鱼 累死了 啊 啊 太舒服了 那你开玩笑呢 真皮大做鱼群 那得不少钱呢吧 说出来你都不信 这车啊 才19万呢 哇塞 那咱们回去也买一台带屋 行啊 那我回去带你试驾去 嗯 尴尬了 没想到下了一路上 全是炮弹坑 开到这里 先都快黑 咱们就是大型安岭啊 但今天是进不去了 不然天色一黑 就出不来了 只能在附近的村子里住下来 等明天再寄事啊 是不是有大哥在这儿 咱们试试吧 也行 但是这马路边边呢 也钓不着啥吧 哎呦 还真重了 哈喽哥 能给看一下吗 我看一下了 哦 没事没事 我看一下 哎呀 这是柳根还是啥呀 哦 这不就是那北极回吗 微博 这就是我们要钓的七彩 但钓有数啊 这个太小了 所以神圣的岩伞会非常弹 中了 这就是小了 咬了 我看着好 看着好 我看着好 中了 中了 哇塞 这么快 是回鱼吗 哇 超漂亮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北极尾 漂亮死了 哎呦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解锁的也太不严了 但钓有数 最主要还是太小 岩伞也不是很明显 我真的很神奇 他就在马路旁边这种地方 就 都不能走很深 就有鱼 兄弟们 内蒙古这边的钓鱼资源 真的是我俩走过这么多地方 见过最夸张的呢 本地大割所 越小看这个破水旁 这下面有意义 两米深 看着不起眼 其实非常长鱼 啊 又中了 哇 这么夸张 哇 又是小的 还是小的 又中了 啊 这个小的不发色 小的不好看 越大越好看是吧 越大越发蓝点 不是 点这一个一个圆圆 哇 钓友说 这里就随便玩玩就行 明天带我们进大兴安岭 深处的溪流里 那里能钓到 比这个大几倍的北极回鱼 绝对美瞎我们